因為現在說這個罷免謝國良的行動 可能就在今天就會達標了 那包括國民黨很多人就質疑說 這個差糧行動背後是不是有民進黨的政黨支持啊 我們現在連線給這個差糧行動的發言人林茵茵 茵茵在我們線上 茵茵 你很... 嘿 哈囉 你好 你很年輕耶 你是基隆人嗎 是 我是基隆人 那你今年幾歲 我今年22歲 才22歲 我現在是大學生 好 因為很多人現在會質疑說 因為你跟民進黨立委林楚音只有差一個字而已 大家想說你們是不是跟民進黨有什麼關係 現在國民黨就說 你們是不是跟民進黨有什麼關係 真的有關係嗎 真的沒有 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就只是一群 想要罷免謝國良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 我們希望我們這些年輕人可以站出來 然後讓我們的謝市長 可以真正的正視我們這些民意 那你們當初怎麼會想要發起這樣的連署行動呢 是因為什麼事情讓你們覺得 謝市長可能沒有做得很好嗎 我想我們會發起這個罷免行動 一定不是單一一件事情造成的 那當然我們首先可以 最先發生的就是所謂 我們覺得他低價賤賣了基隆 然後又簽了長達30年的合約 低價又長約 那這樣基隆的未來 對我們年輕人 或是不只我們年輕人 還有很多包括我的長輩啊 那些都非常的覺得說 哇 基隆的未來要完蛋了 那再來呢 我們還有再來一連串 包括他對於這些的回應 他都是甚至還使用這個什麼 所謂的移情費 那我們他花了市民的錢 然後刊登一個廣告 當然廣告在前幾天他下來了 對他就是直接立在那個 某一個非常觸目的那個大看板上 你說那個基隆市府那個廣告去講說 微風可能幫市府賺了多少錢 那個廣告已經下來了是不是 是他前幾天放下來了 對那當然一連串後續的行動包括 為什麼基隆墳化垃圾墳化廠 明明就已經還有能力可以去處理這些垃圾 那為什麼要特地又搬去基隆呢 那再來又包括他動用他惡性的家族企業 那去要求惡性的人去簽署罷免 還有甚至他把手伸進到我們基隆私立的那個惡性中學裡面 那學生他們的服務學習時數 他們是要求說要去包裝謝國良的競選小物 那這明顯就是不合法的事情呀 那再來他也是那這些老師呢 也是說放假的時候一定要去幫那個謝國良輔選 那這都是將政治深入校園的 非常不合理而且不合法的行為 因為茵茵看起來真的是蠻年輕的 那目前已經說這個罷免謝國良的行動 可能今天就會達標了嘛 你怎麼樣看現在的效應呢 我覺得現在的效應真的是非常 基隆的基隆人的民怨真的非常的大 怎麼說 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包括我們在實體連署點 我們都可以聽到這些希望 希望我們就是加油罷免成功的這些言論之外 我們甚至有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啦 就是有一位爸爸帶著一位 大約一位五六歲的女兒 然後來到我們的連署站 然後他女兒就問說 爸爸這是要寫什麼的啊 爸爸我照他的原話說 那那位爸爸就說 這個寫這個就是要叫謝國良滾蛋啦 對 然後就類似非常民怨四起的事情 包括在我們的相關的聊天群組或是社團 都可以看到其實基隆人對於謝國良的所作所為非常的不滿 但是傳出 因為傳出啊 你們這一群孩子啊學生啊 因為你們組成都是學生吧 是不是你們把起這樣的活動 有被市府關切啊 還是私下調查背景的情況喔 有喔 這就是有的 像我們的領先人戴錦安 雖然他目前都還沒有出面 對 那本身是因為他自己比較害羞一點 其實 所以才會有我跟另外一位 媒體聯絡人來當作發言人 好那錦安呢 他遇到的情況是在我們在罷署罷免開始之前 他就已經有被 市府的人打電話到 他的那個內區的里長 里長啊 然後去詢問說 對 去詢問說 戴錦安這個人 去問他關切一下他這個人 對 那包括到現在啊 就是大家知道那個 我們有公佈說 我們的戴錦安領先人 他是就職於長照2.0相關的工作 那他也從來沒有說過他在哪間公司上班 那他其實他的資料在環保局 還是衛生署 對 我有點忘記他那時候到 當時跟我說他的資料在哪邊可以查到 意思是說在公家器官其實是可以查到的 那他甚至就是已經 他的現在公司的高層都已經知道說 啊 戴錦安這個人他現在在 發起這個行動 對 變成說整個公司都知道 他打他們市府的人打電話到 這邊去詢問戴錦安這個人 讓他讓他又被公司高層去關切 所以所謂的關切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可能就是 他當然是公司高層不會跟我們說些什麼嘛 不過當然知道他的意圖就是在調查嘛 好 那茵茵稍等一下我們請教他3Q 剛剛這個茵茵有說 這個另外一個發起人戴錦安有被里長關切 而且還有公司喔 他也沒有說過自己的公司喔 打電話到公司去關切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行動啊 那國領的方帝 國領的就是我們家人的方帝 國領的就是家人的人親標 國領的就是台中的家人的人寬風 地方派系嘛 綿密組織嘛 四萬本 四萬個電話號碼要打給誰打給誰嘛 把守深進公權力 深進行政機關 商場要給誰給誰 停車場要給誰給誰 有個戴錦安 不知道是小弟弟還小妹妹 給我查 在哪邊 各個局處社會局什麼局去查 找到了電話拿來 打過去問一下 他怎麼會這樣子啊 哪裡不滿意啊 如果你是他的主管你會怎麼樣 就是這樣啊 請問你對基隆市政府 怎麼會想要罷免呢 你爸爸媽媽是民進黨的嗎 怎麼會想要承認政治呢 工作不順利嗎 你就怕就怕怕死了 還沒出社會 還沒出社會 沒多久 你的主管這樣跟你打 你不會怕怕死 你這四人 不要說這四人 像台下四黨 還是出社會 為了拚一個薪水 拚一個工作 看到社長這樣 無棟無塞 所以你確定要出來 把他罷免而已 你的主管打電話 你不會怕怕死 你一定會說 我是做不到什麼事 商場不是我操的 微風不是我換的 垃圾場不是我飆的 狗狗肉不是我跳票的 我主管要打電話給我 那不能公民覺醒嗎 不能青年人覺醒辦活動嗎 所以需要大家給這個 帶子男同學 這個男生 應該算男生同學 好 要給這個兄弟 一點溫暖 一點資源 罷免不容易啊 被里長關切這些 而且我這個太有經驗 我要提醒大家 過去我是被地方派系所罷免 而這些年輕人 現在在對抗的 也就是當時 這個跟我的對手一樣 你們在對抗的是地方派系 我跟大家講過 我去那邊選舉 里長也會打電話來關心 立委會打電話給里長 叫里長來關心 他們現在遇到一樣的情況 我以前在選舉 很多公務場合我進不去嘛 就像他們進不去區公所辦的 這個市政說明會嘛 這就是國民黨在幹的事情啊 地方派系的特色叫 親書有別 我好朋友 介紹你何頭囉 介紹你好工作的 做那個大材的 政府的錢都拿來賓錢 這個就是地方派系啊 我不認識你親書有別 不認識你的 我就插插你個紅 看要對啦 那所以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組織 這樣子的派系 其實是危害民主的嘛 國民黨自己也曾經講過 要剷除地方派系 嚴親標退黨 副分級退黨 弄一弄現在都搞回來了 我跟他講 要給這些年輕人鼓勵 要給這些人資源 加油加油 好所以我們再回到音音這邊 請教練音音 因為現在啊 你們當然是被受壓力啦 甚至很多不適的攻擊 說是不是民進黨拿錢給你們啊 背後是不是有政黨的支持啊 還是你們的親友啊 可能是民進黨員啊 是不是常出現很多網路霸凌 現在在你們身上呢 當然 這也是在我們決定罷免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不只我們被抹慮 我們甚至還被說是 我們是主婦的員工 我們家裡是是主婦的房子 內的那個員工 對 甚至連這樣的言論都出來了 那有沒有些比較人身攻擊啊 或者是比較荒謬的抹黑 是讓你覺得聽不下去了咧 我有看到一個 最讓我覺得 真的蠻好笑 我真的是覺得不生氣 覺得非常好笑的言論是 他說我是謝國蘭的前女友 然後有愛生恨 你們年齡也差太多了吧 謝國蘭的前女友 不是微風小公主嗎 怎麼會變你 那不是正好嗎 趕快就不要漢子 好好好 謝謝茵茵 謝謝茵茵今天就是我們的訪問 謝謝